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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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竟这是从爷爷手上 然后转到爸爸的手上 再到我们这边来 那已经有50多年的时间了 长辈们他们会觉得说 我从以前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你们为什么想要去改变我们的想法 所以其实在讨论的过程之中 我们会有一些可能意见不合的状况 像我们第一款就是彩虹元气冰 那为什么叫它彩虹元气冰 是因为阿公有一句话 就叫做 就是平时就是你如果太累啊 或者是可能上班啊 就是爆肝啊 这种就是我们可以养身体 那我们第二个就叫 师猴无敌王 为什么会叫它师猴无敌王 其实听它的名字大概就可以知道 那为什么会有这一款茶匪 是因为我妈妈还有认识很多的朋友 他们都很喜欢唱歌 我也常常听妈妈唱歌唱到骚虾 所以人跟人讲话的时候 一定会用喉咙 那就平时就要做保养 这个也是就是平时应该会用得到的东西 为什么叫清晶水晶 是因为我们现代人 常常就是进出冷气房的频繁度 而且有的人就是可能会说 哦我今天工作太累了 不想运动 那身体的本身应该做一些代谢排汗的动作 它没有办法去让它顺利的排出来的状况之下 其实我们会造成体内很多的水分的滞留 那我们希望就是说 透过这些天然的草药这样子 让大家可以就喝一喝 然后就是可以让它去做一些代谢 那另外一个是油切小骑士 那油切小骑士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说 油切那我想到的就是可能就是我吃太多了 或者是说像现在年末要到了尾牙季 然后就过年又要春酒之类的 暴饮暴食这些其实都会造成我们的一些身体的负担 那它里面又有鲜渣之类的东西 它是可以帮我们消化的部分 那就是让大家可能在暴饮暴食之余 它可以做一些代谢 不要让我们自己的胃那么负担 然后去造成其他的身体的不舒服 就是我们再来会结合台湾的一些农产业的茶包啊 或者是可能药膳 那还会就是做一些调房这边 可以看的到买的到一些就是药食同源的食材 我们可以做一些果酱之类的 就是我们的想法就是只有水果可以做成果酱 那我也希望就是说可以把这个草本的一些文化 这样继续传承下去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